全球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而我国目前还继续禁止引进外劳 不过今天内政部长韩沙赞努丁就说 考虑到一些以外劳为主的领域 已经陷入人手不足的窘境非常狼狈 同时也是为了要解决国内非法外劳泛滥的问题 所以政府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从今年的11月16号到明年的6月30号 我们的政府会落实重置非法外劳计划 在这项计划之下 那些逗留在我国的非法外劳 他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他们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 又或者他们选择留下来进行漂白的过程 成为一个合法的外劳 然后就让那些符合资格的雇主重新聘请他们 但是有前提 就是必须符合政府规定的严格条件 内政部长韩沙赞努丁 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即将启动的重置非法外劳计划 将由移民局、大马半岛人力局和其他政府单位执行 不涉及重切和第三方 部长预测 政府可以从雇主以及非法外劳 缴付的费用或杂费 获得9500万令吉的收入 韩沙赞务丁 含沙赞务丁 含沙赞务丁指出 部长也呼吁雇主把握机会申请追想计划 否则过了明年6月30日 移民局将会展开全面的执法行动 对非法外劳展开大逮捕 雇主一旦因为聘用非法外劳罪程 每名非法外劳 雇主可被罚款最高5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12个月 或两者兼施 而如果雇主聘用超过5名非法外劳 一旦罪程可被鞭吃 刚刚我们提到 我国目前依然禁止引入外劳 当中也包括外籍女佣 不过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 今天告诉大家 政府已经同意 那些双薪家庭可以申请 让外籍女佣重返大马 可是前提是 你有紧急事故 比如你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患病的父母 或者残疾人士等等 需要特别的照料 符合条件的民众 可以透过MyTravelPass网站 来提出申请 但是必须注意 你申请未必得到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要看移民局 至于所有入境的外籍女佣 他们必须接受新冠肺炎的检测 入境之后也要强制隔离